喜欢的人总是会被别人搭讪 作为朋友 我甚至没有吃醋的权利 那你怎么看起来那么不乐的 有吗 不过还真好 你看像你出去都有人搭讪 那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确实不是 到时候我再把你抢走 什么 没说什么 那你怎么不看看手机 看手机干嘛 又没人要我联系方式 你先看看你手机嘛 难道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